老爸 这个月透支了两万 你能帮我还下信用卡吗 你不是有工作吗 干嘛还要我帮你还钱 就我那点工资 也就是饿不死罢了 那我怎么听说你们公司那小刘 每一个月能赚好几万 你怎么和人家差那么多 那是人业务跑的钱 客户找的多 提成高 那你怎么不出去跑业务呢 现在外面雾霾那么大 天那么冷 我又不傻 干嘛要出去折腾 即便是出去 累死累活 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客户 再说了 跑下业务赚了钱 也是老板拿大头 我才不去呢 不想给老板赚钱 那你有本事去创业当老板呢 创业风险太大 折腾完了 要是赔得倾家荡产 那实在是太亏了 我才不去呢 上班努力怕累 创业奔斗怕风险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折腾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成绩四汗要是不折腾 那就是个放牛娃 猫主席要是不折腾 那说到底也不过是个师范生 马云要是不折腾 那不过是个英语老师 本身都是普通人 折腾对了就成功了 成了有钱人 折腾错了 大不了从头再来 如果不折腾 那你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并不会卖 那不是还有老爸您吗 你个废物 爹妈给你的叫背景 自己打的他叫江山 知道吗 这么大个人了 除了昏吃等死靠老爸 你说你还有什么本质 我王者荣耀是最强王者 我靠 还想着打游戏 废物 废物 废物啊 不交友 不创业 不奋斗 不去接受新鲜的事物 不过没试过的生活 不为理想目标闯一场 却整天坐在办公室 挂着QQ 看着微信 逛着淘宝 玩着网游 拿着包月的工资 日复一日淡 做着重复的事情 干着八十岁老人都能做的事 难道你的青春被狗吃了吗 你生命的激情去哪了 冰丞相 去年做过生意 失败了 我感觉老天对我不公平 谁没有失败过 谁在人生敢说一番风吹 你看王健林 创业三年 被告两百多次 刘强东 三十四岁一夜白了头 马云 三十岁搞翻译社 生意惨淡 靠买袜子补贴家用 总庆后 四十二岁登三轮车 走街串巷卖冰棍 失败并不丢人 丢人的事 一辈子没有胆量去尝试 还整天叽叽歪歪 抱怨老天对你不公平 年轻人 心情罢 此时不活 何时不 行动起来 为了你美好的生活 闯一闯 很多人都会说 当你成功了 我就跟你干 但是你可知道 当我成功了 你跟我的距离 已经很遥远了 知道吗 雪中送炭的时候 你在看 抱团取暖的时候 你在躲 同舟共济的时候 你不出力 锦上天花的时候 我他妈不缺人 当我需要你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时候 你他妈在哪里呀 所以说悲哀的人 总是用自己的时间来见证别人的成功 可怜的人 自己也不敢大胆去尝试 去奋斗 却还朝向那些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人 活该 活着 最大的悲哀 不是跌倒 不是失败 而是你一辈子都不敢为你的梦想跨出那一步 你注定了永远都是一个loser 不要去小看任何人 尤其是为梦想玩命奋斗的人 今天你看不起的人 也许就是明天你惹不起的神 这段视频送给所有为梦想奋斗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波哥 双击关注波哥立志 人生不迷路 加油 加油